现在跟大家讲解一下更换压力轮及挡泥板的方式 我们先将测放 用专业工具 拧开挡电板的螺丝 取下螺丝 更换一面取下另一面螺丝 更换一面取下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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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找一把长柄螺丝刀 对着螺丝 这个压力轮长线上端的螺丝 直接拧下来 拧开以后 再对准压力轮底端的螺丝 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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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链轮就取出了 取出了压链轮 是由两个位固定的 上面那个位是固定的 下面那个位是U型孔调节的 同时也是固定的 我再教大家装回去 先将那个短点的螺丝 套在压链轮上方固定孔 从底部上 用螺丝刀压住螺丝 往上顶 进入四孔 连紧 然后再装放底部的U型孔的调节螺丝 更换压链轮的同时 也要注意压链轮的松紧度的调节 那这个刚刚跟大家讲解的那个U型孔 就是调节压链轮松紧度的 我们现在调到一个格式的位置 再开键测试一下 再开键测试一下 那么压链轮的根换好 好 刚刚我们把压链轮装上 根换完毕以后 现在教大家 一个调节压链轮的 最简单的方法 那么压链轮 会出现哪些情况呢 会出现卡顿 吊链条 打尺 等待就问题 那么现在 那个是我刚才装上去 已经调好了的 调压链轮 最关键的是 齿轮的点和压链轮的点 最后是 电击齿轮的点 三点一线 在转动的时候 它才不会出现卡顿 吊链条 等那些问题 那么我现在跟大家 复现一下 如果说不在一条线上的 那种线下会是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链条已经脱离齿盘了 刚才我轻轻的波动的那边 使它偏离了 那条中心线 平行线 所以说链条 脱离了 齿轮轨道 那么应该怎么调呢 如果说 压链轮 靠外偏 那我教大家一个最简便的方法 将我们配用的螺丝刀 顶住那边 往下翘一点 如果说靠里边 我们是顶住那个位置 往里面翘 如果是靠外边的话 我们顶住底下 往上面翘 轻轻的微调 然后再来 轻轻的微调